女孩参与了一场24小时冷冻人类实验 然而却因为意外 她直至20年后苏醒 殊不知意外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阴谋 而与美兰有着相同命运的 还有这个项目的策划人马冬灿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奇幻爱情喜剧 请融化我 女孩叫高美兰 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因为家境贫寒 她一直努力做各种兼职贴补家用 有一天 电视台制作综艺节目的导演马冬灿找上了她 愿意给她500万的报酬 让她参加冷冻人实验 美兰想到自己有智力缺陷的弟弟 需要这笔钱做手术 便答应了参加实验 马冬灿为了冷冻人的节目效果和真实性 也亲自参加了实验 此时的两人做梦 都没有想到这一睡便是20年 20年后的一天 教授突然苏醒了 她蓬头垢面 摇摇晃晃地来到一面墙前 打开了冷冻柜 拿出几瓶药剂混合在一起 之后对着正在运行的机器 一顿操作 之后机器停了下来 两人的冷冻柜迅速升温 里面的冰也快速融化 不一会冷冻柜自动打开了 教授朝着两人的胳膊打了一针 这一切完成后 她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 最终摔倒在地 两人的心脏恢复了跳动 全身的血管像是复苏了一样 美兰地手动了一下 接着她恢复了呼吸 虽然在冷冻柜里待了20年 但她容貌没有丝毫改变 依然是24岁的样子 她亮亮呛呛地走出实验室 一路来到公交车站 她摇摇晃晃地上了公交车 投了500韩元后 伸手向司机找零钱 司机却告诉她成人票是1300韩元 美兰觉得很奇怪 怎么一夜之间涨价了这么多 很明显 她不知道已经过了20年 司机以为她忘带了 并没有赶她下车 美兰回到家里 可家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 她以为是爸妈没钱交房租 被赶了出去 便拿出20年前的手机 想打电话联系家人 可是她的手机早就坏了 于是她拿到手机店维修 店员告诉她 这个手机完全不能用 无奈之下 美兰又来到警察局 她告诉警察自己 昨天才见过家人 可一夜之间家人搬家了 不知道搬去了哪里 警察让女孩拿出身份证 美兰从包里倒出了一堆古老的东西 颤抖着手 拿出身份证递给警察 警察一看直接吓了一跳 警察们惊呆了 眼前的女孩 一点都不像44岁的样子 警察通过身份证信息 查到了女孩母亲的号码 女孩给母亲留了言 另一边的母亲 听到了女儿的留言 听到失踪20年女儿的声音 母亲气不成声 父亲和弟弟听到动静跑了出来 一家人激动地来到警察局 警察告诉他们女孩去了学校 三人又赶紧来到学校 这时的美兰坐在学校的凳子上 看着同学拿着智能手机 还用蓝牙耳机打电话 说着一堆自己听不懂的网络流行语 她觉得有点奇怪 接着她看到了 令自己震惊的一幕 学校的横幅上 写着2019年寒大实战 创业教育第三期 还有同学衣服上2019年的字样 美兰终于知道自己被冷冻了20年 还没等她缓过神来 便听到远处传来熟悉的口哨声 回头一看 竟然是已经长大了的弟弟 虽然过了20年 但她还是认出了弟弟 美兰和弟弟抱头痛哭 弟弟背着美兰回了家 在女孩失踪的20年里 父母相信女儿一定会回来的 就算搬了家 也依然布置好女儿的房间 看着自己的物品都还在 美兰忍不住 流下了泪 时间过去如此之久 家人 却从未忘记过她 而另一边 与美兰 一起复活的东灿 摇摇晃晃地走在大街上 她感觉一阵晕血 最终坚持不住 摔倒在地 路人把她送到了医院 医生立马对她进行了各项检查 脉搏和呼吸都正常 可体温却是31.5度 正常人的体温大概在36.5度左右 医生觉得她的体温异常 可马东灿醒来就嚷嚷着要走 还说自己有拍摄任务 可虚弱的身体根本不允许她离开 于是 医生们又拿了各种体温计给她测量 可体温依然是31.5度 正当医生惊讶时 马东灿再次醒了过来 她艰难地告诉医生 让她联系自己的副导演 医生问她号码是多少 马东灿断断续续地 说出了副导演的号码和名字 说完便晕了过去 另一边的副导演孙贤基 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听到马东灿的名字 她手指不住抖了起来 挂完电话的孙贤基赶紧联系社长 两人赶紧来到医院 此时马东灿的家人 也得知消息来到了医院 看到容貌依旧年轻的东灿 家人们惊呆了 东灿看着眼前 三人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她有点糊涂了 一句话还没说完又晕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时 看着年迈的母亲她问道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谁啊 她赶紧冲出病房 在医院大厅她看到了2019年 虽然难以置信 但她终于知道自己 在冷冻柜里待了20年 最终不得不接受现实 想起和自己 一起参加实验的高美兰 她让孙贤基查了美兰家的住址 可她家却空无一人 马东灿跟着家人一起回了家 在她失踪的20年里 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弟弟妹妹把钱都造光了 一家人开了家烤肉店维持生计 而弟弟也结了婚 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父亲在早些年就已经去世了 家人对冬灿消失的这些年很好奇 但都没有问她 她能平安回来就已经很满足了 马东灿为了寻找自己 为什么会在20年后 才醒来的真相 她来到之前的实验室 在这里遇到了当年教授的副手曹教授 曹教授带她见了黄教授 并告诉她黄教授失忆了 她是用潜意识的执念将他们弄醒 之所以隐瞒他们的消息 是因为当年黄教授的车辆爆炸 是有人故意为之 如果知道黄教授还活着 一定又会来杀教授 而这一切事情的真相 只有等黄教授恢复了记忆才知道 回到家的美兰 想到自己这二十年就这样在冷冬柜里度过 怎么也不甘心 她拿着保证书 气势汹汹地来到电视台 认识她的男人 吓得合不拢嘴 美兰直接越过她 看到马东灿 她二话不说 直接给了她一大嘴巴子 哭着说 周围的人都好奇地看着他们 马东灿赶紧拉着美兰去别处说 美兰问东灿要一个说法 东灿赶紧向美兰道歉 还说自己也很委屈 因为她也才醒过来 两人说着说着 一起哭了起来 平复心情之后 她拿出二十年前电视台社长 给她写的保证书 等他们看完之后 美兰表示自己要求电视台做出赔偿 接着拿出计算器 一通计算之后 得到的是七百亿 三人惊呆了 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呀 卖了电视台也赔不起 社长只能告诉美兰 需要慢慢赔偿这笔巨款 解决完这件事 美兰决定回学校完成学业 她告诉老师 自己要申请复学 老师让她说专业和学籍 复学后的美兰 穿着二十年前流行的着装 来上课 成功吸引了一位小迷弟 还送了她一杯饮料 接着一位教授走进教室 当她看到高美兰时 直接吓得腿软 因为她是高美兰 二十年前出轨的前男友 而这边的马东灿 第一天回到电视台上班 才坐下就有一个小辈 便过来教她如何做事 对此东灿有点无语 更过分的是这个小辈 还捏着她的下巴 评价她的长相 这时制片人孙贤基走了进来 她对东灿毕恭毕敬 东灿指责 她是怎么教育小辈的 她赶紧道歉 旁边的人都惊呆了 心想 这是什么来头 制片人都对她恭恭敬敬的 原来二十年前 马东灿就是有名的制片人 拿过很多奖项 当时孙贤基还是她的跟班 现在马东灿回来了 也由她来主持会议 她提出了很多综艺想法 比如将纪录片和综艺 结合在一起 让明星们野外生存 可坐在下面的同事都持之以鼻 毕竟东灿与社会脱轨了二十年 她的这些想法 早就已经过时了 为了能尽快了解现在的时代 她让孙贤基陪着自己看综艺 学习电脑 第二天她来到警察局 调查当年自己失踪的案件 竟然发现身边的人 包括自己的女友夏英 都没有提到 自己参加冷冻人实验 东灿觉得很失望 他们为了不连累电视台 竟然隐瞒了自己参加实验的真相 自己就这样消失了二十年 她找到孙贤基质问她 为什么不和警方说 冷冻人实验 还揪住了她的衣领说她 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随后她找到二十年前的女友夏英 问她自己失踪后 为什么不找自己 却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夏英觉得自己也很委屈 她这二十年都在内疚中度过 甚至到现在还是未婚 一直在等着她 可东灿还是觉得无法原谅 因为她是自己当年 最爱最亲近的人 夏英哭着说 自己要怎么做她才肯原谅 东灿没有说话 而是转身走了 想到过去两人的各种甜蜜 东灿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夏英 另一边同样是冷冻人的美兰 联系了当年的好友 和他们约了见面 三人激动地抱着一起 又蹦又跳 两人看着美兰年轻的容颜 都怀疑她是吃了什么神仙药丸 美兰马上就要毕业了 她投了求职简历 可面试光看她的年龄 已经44岁了 却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 直接拒绝了她 美兰越想越气 自己其实也才过了24年 另外的20年都在冷冻柜度过 无奈之下她只能找到马东灿 说自己要在电视台工作 还指明了要在综艺组 东灿表示 她不适合在电视台工作 可美兰依旧坚持 说自己一定能干好 东灿看她这么有信心 便答应了 同时她也告诉了美兰一个坏消息 她从曹教授那里得知 他们冷冻人的体温是31.5度 临界点是33度 如果超过了33度 就会有生命危险 来到公司的美兰 兴奋地和东灿说着手机的神奇功能 说着说着 两人越来越近 不经意间两人四目相对 这一刻仿佛听到了心跳加快的声音 晚上下班 两人一起来到车库 突然一个男人 拿倒指着东灿的后背 东灿把双手举了起来 两人被关进了冷冻车里 绑匪以为两人在冷冻车里 肯定一会就冻晕了 殊不知此时的东灿和美兰 正在翘着二郎腿悠闲地聊着天 对于在冷冻柜里待了20年的两人来说 这简直就是小意思 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 绑匪停下车来想看看 两人死了没有 进去却看到两人还在活蹦乱跳 绑匪问两人当年负责冷冻人实验的黄教授在哪 东灿直接表示他们不知道 绑匪被冻得瑟瑟发抖 还在不停地追问 两人直接一脚踹过去 绑匪的手机掉了出来 美兰赶紧去捡 绑匪拉住她的手不放 撕打了半天 东灿抓住绑匪的头发 用力一抓 居然还是个秃头 美兰趁机一脚命中绑匪 绑匪疼得在车里打滚 两人一脚踹了车门跑了出来 还不忘把门关上 东灿告诉另一个绑匪 自己会打电话报警的 这时的绑匪也怂了起来 吓得直接开车走了 两人不知走了多久 美兰的体温越来越高 东灿赶紧背起她跑了起来 就在快晕倒时 终于看到了一辆车 东灿凭着最后的理智 拦下了车辆 把美兰送到医院 打了退烧药 美兰脱离的危险 东灿也赶紧用冷水 冲到自己身上 用来降温 看到美兰没事 她也就放心了 东灿找到曹教授 问她这种情况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曹教授说 只有将他们的体温 恢复到正常体温 可是恢复体温的方法 只有失忆的黄教授才知道 但无法预料 黄教授什么时候 才能恢复记忆 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东灿买了两块 能随时监测体温的手表 还准备了退烧剂 她叮嘱美兰 退烧剂要随身携带 以防万一 这天美兰刚从教室走出来 一位教授挡住了她的去路 开口就说 黄秉深看到容颜依旧的高美兰 按耐不住内心的骚动 居然不要脸得着美兰复合 还说美兰参加冷冻人实验 是不是因为她 美兰一脸无语 直接告诉她 以后我们不要见面了 说完就要离开 黄秉深一把拉住美兰 还说自己 从来没有忘记过她 美兰一把将她甩开 黄秉深捏住美兰的脸 说她生气的样子太可爱 还说要和她重温当年的爱情 美兰觉得她疯了 问她你不是结婚了吗 黄秉深立马说 为了你我会离婚的 说完还紧紧抱住美兰不放 这回美兰忍不了了 小宇宙直接爆发 她给了黄秉深两个大嘴巴子 拿刀狠狠地揍了她一顿 这一揍 两人直接进了警察局 黄秉深还嚷嚷着 不要惩罚美兰 警察问两人是什么关系 黄秉深居然说他们 是未来要恋爱的关系 美兰直接和警察说 反正都要受惩罚 那她再打她一顿 警察赶紧制止了 这时 马东灿赶了过来 他告诉美兰就算再气氛 也不能动手打教授吧 可得知被打的人 是美兰的前男友 他立马变了态度 东灿越说越生气 他直接找到黄秉深 警告他不准再骚扰美兰 不然要他好看 黄秉深不服气 还在不停地叫嚣 两人也拉扯在一起 众人合力把他俩拉开 东灿直接无视黄秉深 拉着美兰的手 便离开了警察局 留下鼻青脸肿的黄秉深 隔天东灿和美兰两人一起 去找新节目的拍摄场地 两人走走停 停拍了很多照片 美兰建议往里走看看 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拍摄场地 可天气越来越热 东灿赶紧拉住了美兰 告诉他必须得出去了 两人往回走 可走了半天也没看到车 他们的体温越来越高 东灿明白他们这是迷路 两人搀扶着走了一截 他们的体温快要达到 临界点33度了 手表不断地发出警报 东灿赶紧扶美兰坐下 准备拿出退烧剂进行降温 可美兰翻遍包里 都没有找到退烧剂 此时美兰呼吸越来越急促 直接晕了过去 东灿的体温也在逐渐上升 可退烧剂只有一只 东灿毫不犹豫地给美兰注射了 美兰的体温降了下来 可她的体温到达了 临界点33度 她也晕倒在地 不一会 美兰醒来了 看着晕倒的东灿 她着急地喊着东灿的名字 可东灿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在这时天空竟然下起了雨 可能老天觉得 东灿命不该绝吧 雨滴在东灿身上 她的体温也迅速下降 没意会她便醒了 美兰看着醒来的东灿 竟然情不自禁地吻上了她 回到20年前 负责冷冻人实验的黄教授 她的车被人坐了手脚突然爆炸 虽然黄教授侥幸未死 但却失去了记忆 为了能让教授尽快恢复记忆 曹教授带着她做了很多附件训练 有蒙着眼睛徒手抓冰块 还有各种冷冻食物 还带着她去了冷冻实验室 可黄教授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另一边 韩国最大的财阀理会长 也得知黄教授没死的消息 他命手下秘密调查此事 而惊讶的是 这位理会长竟然和冷冻室里 一个男人长得一模一样 为了保护黄教授 马东灿和曹教授商议决定 把教授带回自己家 却正好碰到高美兰的父母 和自己的家人在讨论 如何将他们体温恢复正常的事情 东灿和他们说了黄教授的情况 两家人商量后 决定黄教授白天在东灿家的烤肉店 晚上在美兰家睡觉 黄教授在店里被安排包洋葱 他一边哭一边包 还遭到东灿母亲的训斥 有一天 李会长查到了东灿家的烤肉店 他假装进店吃饭 黄教授不经意间看到了李会长 他脑海中闪现了一些零碎的画面 李会长并没有认出黄教授 黄教授则慌忙走了 不久之后 李会长找到了自己双胞胎哥哥的妻子 他正要去电视台揭发他的真实身份 原来李会长是正在冷冻中的 李石斗的弟弟李亨斗 多年前 李石斗出了意外 被黄教授冰冻起来 而李亨斗 趁机取代了李石斗的会长之位 为了不让李石斗醒来 他才派人三番四次地去杀黄教授 与此同时 黄教授凭着脑海里断断续续的记忆 来到了实验室 他打开了柜子 找到了一本关于冷冻人恢复体温的笔记本 随后他看到冷冻柜里的李石斗 失去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这一刻他终于恢复了记忆 也意识到自己可能会面临危险 果不其然 另一边的李亨斗得知了他的消息 晚上正当黄教授准备回家时 一个男人突然劫持了他 随后他被李亨斗绑到了一处小黑屋 眼睛也被蒙了起来 李亨斗让他把实验室里的冷冻胶囊电源都切断 要把冷冻人实验变成失败的实验 如果不照做就杀了他 还有东灿和美兰 黄教授别无选择 他只能照做 他来到实验室告诉曹教授 让他以后不要再来这里了 从今天开始自己要控制这个实验室 曹教授觉得很反常 他出去后立马打电话联系了马东灿 黄教授正在拔掉冷冻胶囊的电源 此时东灿及时赶到 他问教授为什么要这么做 教授说如果不毁了这些冷冻胶囊 把他们变成失败的实验 那他们都得死 东灿却说 自从上次美兰亲吻了东灿之后 他俩的感情迅速升温 已经开始约会了 约完会当然要做点有意义的事 可是只能淋着冷水接吻 因为冷冻人的体温临界点是33度 超过了就会有危险 接吻这种荷尔蒙飙升的运动 也只能在冷水中进行 而冷冻基因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冷冻人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这天东灿正在给女友美兰打电话 突然感觉一阵晕血 呼吸困难 但体温却没有升高 没一会 东灿便倒在了地上 电话那端的美兰 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提上包 赶紧跑了出去 曹教授告诉东灿 他身上的冷冻基因发生了变异 已经打了解毒计 但48小时后还会复发 这时 美兰也赶到了 他赶紧问东灿身体没事吧 东灿也害怕美兰的基因发生了变异 突然东灿发现了美兰的手上出现了淤青 可美兰自己都不知道 曹教授在一旁则说这不是于青 表示美兰好像也开始编译了 东灿问他 有解决的办法吗 曹教授表示 只有黄教授才知道解决的办法 但是现在黄教授失踪了 于是他们来到冷冻实验室寻找线索 这里一片狼藉 曹教授觉得黄教授肯定被李亨斗绑架了 不过两人早有准备 他们提前联系到了李石斗的儿子 只要他儿子站出来拆穿李亨斗 黄博士就能安全回来 另一边曹教授也在连夜研究解读剂 他从黄教授的笔记本上得到了启发 经过一整页的研究 终于有了成果 可这是新研究的药剂 有没有副作用还不敢保证 需要他们其中一个人先注射试试 美兰告诉曹教授自己先打吧 第二天等东灿来到时 美兰已经先注射了药剂 教授告诉东灿美兰 已经注射了两小时 药剂很成功 东灿心疼地和美兰说 这种事情应该自己先来的 他们都为彼此着想 都想把危险留给自己 东灿也注射了药剂 两人就这样相邻躺着 曹教授告诉他们 这只是解毒剂 恢复正常体温的药剂 还没研究出来 所以还是要多注意体温 不要升高 另一边 李亨斗这个假会掌政 在召开高层会议 就在这时 真的李石斗会长出现 一场变真假的大戏 拉开帷幕 两人都说自己 才是真的李石斗 众人一脸懵圈 到底应该信谁的 李石斗的儿子立马出来 指认自己 推着的才是父亲 这时 一位男人站了起来 他对两人说前会长 在把会长一位 继承给李石斗时 叮嘱过一句话 谁能说出那句话 谁就是真的李石斗 此时的李亨斗慌了 他根本不知道 前会长说了什么 而李石斗把前会长 叮嘱的话 原封不动地说了出来 众人这才认出 谁是真正的会长 这时警察 也进来逮捕了李亨斗 而黄教授也被救了出来 另一边 马东灿的妈妈 得知了东灿 在和美兰交往 他担心 两人都是冷冻人 对后代会有影响 晚上他让东灿 带着美兰回家 想探探口风 东灿妈妈问两人 这波操作给众人整懵了 东灿妈妈又说 你这样想就好 你并不适合我儿子 没想到 美兰居然回答 美兰的不按常理出牌 轻轻松松地 就把东灿的家人 拿下了 其实 她只是开个玩笑 为了让东灿的妈妈 高兴同意他们在一起 美兰解释过后 东灿妈妈觉得 美兰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 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未来的婆婆 就这样轻松搞定了 另一边黄教授努力研究 能让两人恢复体温的药剂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终于研究成功了 他立马打电话告诉了东灿这个好消息 东灿没有告诉美兰 因为这次他想先在自己身上实验药剂 黄教授告诉他 用药后大概在一周左右会恢复体温 注射药剂后 他的体温逐渐上升 心脏也出现了压迫感 呼吸困难 但这些症状都是恢复体温的必须过程 没一会黄教授便打电话告诉美兰东灿 已经先注射了药剂 美兰看着虚弱的东灿 既心疼又难过 东灿安慰他 不久之后 他们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三天之后 东灿心脏的压迫和疼痛感已经消失 他和美兰再次来到冰冻房 这回完全不一样了 嘴上说着不冷 身体还是比较诚实 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 东灿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的体温 已经恢复到了正常人的体温 他高兴极了 立马打电话告诉了美兰这个好消息 他们终于像正常人一样了 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 就在美兰要准备注射药剂的前一天 在活动现场 一个蒙面人拿着刀跟着东灿 美兰看到了这一幕 他赶紧跑过去 刀刺伤了美兰的后腰 东灿赶紧把他送往医院 黄教授也赶了过来 医生告诉他们 美兰受伤严重 得马上做手术 黄教授说不能手术 因为美兰是冷冻人 体温只有31.5度 只有恢复正常体温 才能进行手术 但恢复体温 需要一周的时间 可美兰现在的情况 等不了一周了 黄教授表示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那就是把美兰再次冷冻 等研究出 能立马恢复体温的药剂在解冻 美兰的父母和东灿 别无选择 只能再次将美兰送进冷冻柜 在美兰冷冻的期间 东灿没有颓废 他每天都努力生活 相信美兰 总有一天会醒来的 他也经常去看 冷冻柜里的美兰 教授们也在努力研究 能让冷冻 人体温迅速恢复的药剂 东灿为了照顾美兰的家人 已经搬到了美兰家里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过程中 美兰的家人 已经把东灿当成自己人了 所有人都在满怀希望地 等着美兰醒来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三年 东灿再次成为了知名的制片人 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了 另一边 黄教授终于研究出了新药 他赶紧打电话告诉了东灿 东灿和美兰的父母 来到了实验室 黄教授告诉他们 注射了药剂30分钟后 便可以恢复体温 马上可以进行手术 现在就看美兰 能不能挺过手术 不知等了多久 医生终于出来 告诉他们手术已经完成 但病人还处于昏睡状态 不能确定醒来的时间 东灿每天都在焦虑和不安中度过 终于有一天 在外地的东灿接到电话 教授告诉他美兰醒来了 等东灿赶到医院 美兰正坐在凳子上等着他 时隔三年 相爱的两人终于相见了 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向彼此 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这一刻没法用语言来形容 不久之后 两人再次见了东灿的家人 东灿的母亲又问 怎么那么熟悉 美兰再次回答不想结婚 并表示自己想去海外进修 这可把东灿急坏了 毕竟东灿已经55岁了 虽然实际上才35岁 但在美兰面前 她确实老了 着急也是正常的 但美兰不但想出国进修 还想考研究生和博士 东灿虽然生气 但谁叫她是自己认定的小娇妻呢 只能委屈自己 跟着美兰满世界跑 最后两人做起了博主 过上了幸福简单的生活 小帅也祝愿屏幕前的你 能够和自己爱的人携手同行 我们下部剧再见